前年10月在花蓮落幕的全民运动会 其中园级舞的运动项目 花蓮派出了不少长青的选手来参加 由花蓮县体育会主办的111年 花蓮县乐活杯园级舞锦标赛 1号的下午是在香榭大道来举办 期盼透过活动的举办来推广园级舞 让更多的民众认识这项运动 园级舞节奏不会太激烈 适合长者学习 不容易在舞蹈中受伤 由花蓮县体育会主办的111年 花蓮县乐活杯园级舞锦标赛 1日下午在香榭大道举行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第四九届已经交接了 我们现在由江凤怡代表来担任主任委 由林树梅老师担任主任 首先还是感谢树梅老师跟牡丹老师 对园级舞的热爱 他也相信这个活动对我们可能哥哥大姐姐来讲 是比较适合的运动 那我们希望说往后我们园级舞 能够更开广地去广邀各乡来参加 花蓮县体育会会秉持推展各方面的运动来支持 前年10月在花蓮落幕的全民运动会 其中园级舞运动项目 花蓮派出不少长青选手参加 期盼未来有更多民众认识园级舞 记者长帮演花蓮师报导